到老婆了 马上回到家了 我就拿到几百万的钱回去 230万 嫁到中国要回娘家 带几百万的钱回去 是什么样的体验呢 大家好 我是老婆媳妇小雅 嫁到四川 大家我现在呢 是在中老口岸边建的 在这边 换钱呢 的声音是很热闹的 不走啊 一直都要问我 要不要换钱 要不要换老婆币 你这多少钱啊 100块23万 22万不是24万吗 换不了啊 还有声音好强啊 老板问我要不要换 老板一直在追我 要不要换 我可能要换点 换点回去啊 看看一下啊 大家就是要回去的话 能带几百万回去 我马上回到家了 我就拿到几百万的钱回去 我数一下啊 230万 嗯 230万 230万 我只换一千块钱就可以了 好 可以 最早的话一百二十四二万 今天怎么涨这么多啊 什么原因啊 老婆的经济大亏嘛 来 一千块钱 给你 之前啊 之前最早的话 我在这里换啊 我小的时候是一百人换十二万老币 现在的话一百人民币换二十三万 太厉害了 我现在要准备挂挂了 要回老挝去 中老口岸开放了 中国游客呢 也是到我们老挝国家去游玩 今天呢 就排队了 排了几个小时 特别热闹 这一排呢 是我们老挝人的 专门办那个出入境 因为我们出国的话也有填那个信息 我特别看见我们老挝的风格 就这样穿鞋 出来了呢 还要走几步路哈 因为这里还是墨汉的 在走几步路呢 就是老挝 从口岸一公里还是中国 过了一公里过去就是老挝墨丁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边的话就是中国 我在走几步路 这边就是老挝哈 好 我现在要开始过去了 因为到老挝关火那边还要那个 登记 有点好 前面过人民币还是老挝钱啊 什么钱都收是吧 可以没问题 大家到老挝了 看 大可爱了 大可爱了 到老挝可爱了之后呢 也是一样的排队 拍的特别长 排到外面去了 老挝太阳呢真的特别大 都要把我散成黑碗 吃酸花啊 我走到老挝关火这里我就遇到了 姐姐 对 我的姐姐也是来了 你来了我旅游吗 还是 对 旅游是吧 你哪天来的 今天刚刚过来的 是吧 那那这原费我们就遇到了 哈哈哈哈 我是来选九只头吧 因为听说 工作人员说是九只头是很快的 这个是看那个流量 买两个吧 现在墨镜口岸呢 就这样啊 我觉得比之前发展有很多在那间房子 我老挝卡也换好了 现在呢我要准备去车站那边 在这里坐车是两万老币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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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块钱一个到那个车站 到木丁站了 木丁站就是老挝 带大家来逛一网看一下 我们老挝人白摊子怎么样 他们的店是这样白的 大家觉得怎么样 有没有中国老板想来抢他们的生意 卖个夜子都要两万五 准备抒发到万象给大家介绍看一下 我们老挝的普勺 普勺就是美女的意思 就给大家看他们的旋车就行了 想来看我们老挝姑娘有多漂亮 姐姐就来老挝就好了 普勺的事情呢 我就不跟大家讲了 我想跟大家分享看一下 我们老挝的山水 甜有多漂亮 大家看山看水了觉得怎么样呢 下一个地方的话就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老挝农村的房子 跟中国农村的房子有什么区别呢 我去到首都万象站 刚好四点钟 我今天可能去不了巴士 在万象这里住一晚上 万象站的话是在我读书这个地方的大学这边 要进城的话比较远 坐这个taxi不是低吗 一人15万 我先过去 现在呢我们走到东都 我在上大学的地方 我们东都大学这里 因为跟我一起拼车 进城的话是有一个那个老外 他要去机场 然后似乎是要走过大学这边的 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 东都大学呢是我们老挝学院国最好的大学的 不过现在时间都过去了 五六年我都没有来 看来这里的大学就变成树林了 长了很多树子 树路的地方呢就看见了很大的城堡 应该是城堡不是房子 虽然很多人都说我们老挝国家是穷国家的 不过在老挝呢穷的人也多 有钱的人也多 有钱的人都是一样的 喜欢住城堡 我从墨丁树发到首都万象就下午六点了 没办法我只能留在这里一晚上 给大家看一下老挝酒店的风格啊 一群大象 特别漂亮 登记酒店的时候呢 很多工作人员还没看见我写老挝酒呢 都跟我讲英文中文 说我是中国人 一点讲的不像老挝人 在这里住一晚上40万老挝币 这核人民币180块钱一晚上 如果我没有做中国媳妇的话 如果我没有做中国媳妇的话 我不会住在这里了 对我们老挝人来说的话 一晚上40万很贵 我舍不得 还好做了 中国好媳妇 八十多 两张床 这个房间是最后两个房间了 然后我就选这个房间 床就这样 然后房间呢就这样 应该不是很大 然后外面 外面是这样的 外面是这样的 来看一下 是这样的 我这次回老挝东南亚来接我妈妈去中国玩了也不容易 从那个四川路到万象 也是那个走了很多地方的 睡了两个晚上应该有 在摩罕那边睡一晚上 这里也是一晚上才到家 因为也算是第一次走的 以后呢如果要这样回家 要提前买票 买车票 订好那个住的地方 这样的话就方便多了 大家都说我什么时候见妈妈 什么时候去接到妈妈 怎么还没到家走了几天了 其实说走就走呢是很简单 但是真的走来的路的话就不一样了 也会有那种遇到困难 我明天就到家 因为首都万象这里到我家巴社的话 坐飞机一个小时就到了 好今天的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等我回到家的话我会分享给大家看我家乡 我老家是怎么样的 下期见啦 拜拜